娱乐圈的女生们 真是神一样的存在 每个人都很会保养自己不管多大年纪 永远像二十岁的女生一样 亮丽就比如说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几位姐姐们 一个比一个漂亮 根本看不出年龄江书影1986年日出生上海 学历很高 高市经济学硕士 拥有海归的经历 是娱乐圈数一数二英语说得好的人2005年 出演情感剧《飞花如蝶》 由此进入演艺圈2007年 凭借短片《爱减肥》 获得创意大赛最佳女主之奖 她是至青春中美丽的校花转管 凭借该片获得最佳新演员奖 2014年主演《一扑二主》 凭借该剧获得电视剧最佳女配角奖 真的是获奖无数演技精湛 她在《好先生》中 饰演了为爱所商有点不理智的富豪女 江南一决让人记忆深刻 演技很好 32岁的江书影 是个小姐姐这身材 让人羡慕林志玲1974年出生于台湾省 华语影视女演员 模特 主持人 2000年林志玲签约模特公司 并开始职业模特生涯2002年 林志玲因拍摄某企业电视广告 而获得更多关注 并于2003年 丽雅肖强成为新一代台湾第一美女 今年已经44岁了 一点都看不出 她的年龄 不像姐姐 倒像是假假的小女生 果然 被岁月偏爱王欧1982年出生于广西 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神2003 学习民间舞的王欧 偶然参加女性魅力大赛2063年 获得模特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 最上进奖2005年 出演个人首部影视剧新界 而走上演道路之后 凭借古装剧《狼牙版》 获得国剧盛典 最受欢迎女配角提名 凭借迪战剧《伪装者》 获得第十九届华丁奖 中国版强电视剧《最佳女配角》 36岁的青熟女姐姐 王欧欲解放 十足容貌亮丽魅力难打 果然是被岁月偏爱的人 36岁的她 像20多岁的女生一样 青春 她演绎的 都是果敢坚毅的女性 本身气质也很有欲解放 她的性格和她的身世 有关她三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她从小寄人理想 形成了坚毅的性格 王欧选了舞蹈的艺术学校 除了热爱 就是想着能表演挣钱 15岁的她 通过跳舞赚学费和生活费 剩下的钱贴补给妈妈